大家好,我是欣利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这个英国的校园摄影师Platon 他真的是非常有名 拍过无数无数的世界上影响力最大的人 我自己是非常喜欢他的作品 但是今天呢,我不跟大家聊他的作品 主要还是想要跟大家分享 一个小小的,怎么说呢,教程吧 算是灯光和后期的一个小小的教程 有网友在前几天呢,发了他的作品给我 大家觉得,哇靠,你这不是调侃人家吗 拿他的作品跟这个大神的作品放在一起 听下去,你就知道我到底想表达什么 我非常欣赏这个年轻人 他看了我的那个视频之后 就立刻买了两个灯 然后动员了自己家人去帮他完成了这套作品 也帮他们家人,爸爸妈妈姐姐 他自己还有爸爸拍了一套肖像 非常非常优秀,非常棒 这种行动能力,还有这种调配能力 你说这家人有什么好调配 不,有些家人也不愿意给你拍啊 对吧,他们这样举着灯 帮你这个心事动众的 所以我觉得这种行动力也好 这种策划能力也好 我觉得都已经具备了一个摄影师 应该有的一个潜质了 非常棒,给你点赞 然后这张照片很可爱 这个花絮,爸爸在那边一边抓痒 然后盯着镜头再看 我真的觉得好可爱 充满爱,这张花絮 好,我们来看一下他究竟问题出在哪里 先给大家看一下他的作品 爸爸,笑得特别好 他自己特别可爱 有朝气的年轻人 他,姐姐,跟他长得好像 妈妈,这张图图稍微有点高 机位太高了 以后就慢慢调整就好 然后当我们把它放到Photoshop里面去 一步一步来 这个是等一下我要做参考的 这个大神的一个肖像作品 爸爸的,这我调整过了 原片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稍微做了一个调整 变成这样 主要要做这样几个步骤 第一个是我做了一个4比3的裁切 我比较喜欢把肖像变成4比3的一个比例 但不是每个人都这样 你看,可以看到这张照片 其实也是4比3的 你看,去到最下面的白边和上面的这些字 它也是一张接近4比3的一个构图 然后做一个黑白处理 不要用那个色相和饱和度 而是要用黑白 这样这个东西 你这打开,看到吗 不要用Hue and Saturation 要用Black and White 然后这先不调整 然后做完之后呢 加一个曲线图层 做一个曲线图层 调整一下 把明暗对比数稍微增加 因为有点太平了 现在啊 然后,当然啦 这个主要还是前期它的光线 在前期的打光上有点问题 等一下会跟大家讲 然后进行一个 这里我给大家演示一个小小的工具 就是Filter里面 滤镜里面有一个这个 Camera Raw Filter 非常好用 那也可以在把任何的照片都 就是加入一个好像 打开Raw的时候 能够调整的一个几个属性啊 虽然我不建议大家随便拍个JPG 然后进来就觉得啊 我反正可以拥有Raw的这个功能 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对的 因为你拍JPG的时候 就会丧失很多的细节 所以建议大家还是坚持拍摄Raw 然后呢 也不要整天太过于依赖这些 怎么把高光调掉啊 或者怎么样 因为你原生的Raw的文件的调整 和你通过这种滤镜 肯定是有巨大的差别的 现在呢 因为它传给我的是 PNG的网络的格式 所以我就简单的做一些示例啊 就是我一般呢 会增加这个Clarity到20 这个原因就是让这个画面啊 增加一些3D的感觉 立体的感觉 调整一下 然后呢 就会得到这样一个照片 接下去我要有一个小小的问题要进行矫正 大家放大看到这张照片 其实它是有一些这个模糊的 可能是因为它的光源不是非常大 光的输出不是非常大 所以要妥协快门的速度 以达到它想要的曝光 但是拍虚了 拍晃了 但是这里有个功能就是filter 然后点上这个锐化 sharpent这里有一个shake reduction 减低这个 好 然后再看一下 一下子之后呢 这个五官啊 仔细看这里要插扁 本来是晃的 现在实了 当然了 这个具体的数字你还可以再调整 变得更加的舒适 我这里只是简单的做一个示范 这样之后呢 你就会看到眼睛 从非常晃动的感觉 模糊的感觉变扎实了 至于它是不是我过度的锐化 那这是另外一件事情 不在这里讨论啊 拿到这张照片之后呢 就觉得还是跟这个差距有点大 我们要来看一下大在哪里 主要是这个脸非常干净 脸要保持这么干净呢 有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前妻 她有大量的化妆师 还有这个造型师 在帮她调整她的脸 所以她油光啊 各方面都保持在最佳状态 再加上她是个明星 明星对吧 就是明星脸 那普通人 她肯定就是普通脸 你看上去 你当然主观会觉得 这脸好屌啊 但是实际上呢 就是这个问题 一个是前妻 有化妆师和没化妆师的差别 另外一个是后妻 有修图和没修图的状态 这是绝对修过图的 好 那我也来仿效一下 到这里了先 好 我也来给她修一个图 去掉她的这个杂质 把那个脸上的这个 脏脏的感觉 给她稍微去除一下 她的一个大男人 最好还是不要 修得过于干净为好 头发这个我也没调整 做个大概啊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发现这两张照片 还是有巨大的差别 最主要的差别在哪里呢 就在于这一侧的阴影 这张肖像呢 其实灯光特别简单 我也看过她无数个花絮的视频 我也知道她的用光习惯 基本上她用的是一个大的八角乳光箱 一个八角乳光箱 然后很靠近白色的一个背景 这个背景有可能是巫影墙 也有可能是白色背景纸 都不知道 反正就是一个白色的背景 然后呢 为什么说她靠得极近呢 因为从脸部的这个区域啊 阴影的区域 为什么还会有高光呢 为什么还会有亮光呢 就是因为正面打过来光 打到了背景反射回去 照亮了这块区域 所以能推测出整张照片 整个人物呢 离背景是非常近的 然后眼睛这个区域的高光呢 显然是她在这个下方啊 在人物的这个下方啊 做了一个银色反光板 银色反光板进行了一个补充 然后再进行后期的压暗 先把这个补光做好 然后再进行一个压暗 产生了这样的一个效果 所以她的原片呢 这边应该会有更多的细节才对 因为她下面是用了反光板补光的 那么这张照片 我们可以看一下 换到这张照片 我们可以看到花絮 她的做法是 也是非常靠近墙 但是没有完全贴近墙 因为这里还有个盒子 放大一点啊 爸爸这看上去好像很靠近墙 其实它是有点距离 它如果能再靠近墙一点呢 我觉得这个光就不需要了 然后呢 它也可以把这个背景呢 照得更白 而不是更灰 现在有点灰度 它可以再靠近一点 灯光再凑上去 就完全就是另外一码事情了 所以现在呢 它跟墙体本身还是有一点点距离 然后同时 这个补光我认为做的不太理想 以至于整个光笔 看妈妈这张照片 整个光笔就失衡了 它有一点外面震见照的这种光 但是有很多艺术家 他确实是用正见照的拍法 去拍肖像 这也没什么错 但是我相信每一个投稿过来的人 要询问我的人 都是希望自己的作品 能够有一些 未来能够去转化文商业摄影也好 转化文能够拍出这种广告质感的照片 所以呢我就拿来 跟Plattin的这张肖像来进行一个分析 那光笔呢 显然是出现了一些小问题 你就说后期 蹦一下子 这样给它拉按了这个阴影 虽然说跟它有一点点接近 可是这个效果非常假 我觉得非常假 因此呢我不建议大家随便拍 然后后期给它做调整 变成这样 这个效果 当然是要比一开始 我们再仔细看一下 这两张 看一下 虽然呢 比这个要来的有一点风格 稍微好一点 可是总体来说这边的阴影还是有点假 所以我建议大家在前期的时候呢 不要打这个光了 不要用两盏光了 你有白色的墙 你就让你的被射者无限靠近你的背景 然后打一个一盏阻光 然后再进行一个反光板在这里 一个小小的补光 在这里增加一些细节就可以了 不要再去打另外一个光源 因为你一不小心就这个光笔就完全适合了 这个补光过度的去处理 就会导致很诡异的光线 而且我刚刚还发现了一个小问题 就是在他爸爸的眼睛里 就看一下原片 在爸爸的眼睛里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这个柔光箱 并没有很充分的把里面的光源给柔化 因为你还看到这很亮 这一侧很亮 整个其他的地方没有很均匀的柔化 所以这个柔光箱 我觉得并不是非常专业 以至于脸上的 会出现这种很奇怪的高光 显得脸特别油 这个是没有用到非常好的器材所导致的 但是我能理解学生党 手头不是非常宽裕 所以能够做到这样的作品 已经非常令人敬佩了 而且他的行动能力 我再说一遍 那今天的教程就是给大家看一下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是你跟大神之间的差距呢 其实并没有那么大 第一个就是或许只要改掉一盏补光的位置 改成反光板 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呢 就是要进行修图 把自己的皮肤啊各方面的稍微调整一下下 然后 有了一定的这个更好的光比之后呢 你离大神或许就不是那么远了 很好的尝试 希望能够在未来 不停继续不停的努力 总有一天 也可以轻易的拍出这样的照片 谢谢大家 我是心里 你是观众